機具灌漿做民房保護 去年九月建商花3.1億 買五廟商圈 這處停車場開始蓋大樓 乍聽金額很高 但這還不是最貴的 高雄的土地是越來越稀缺了 以古山區這一塊停車場來說 其中192坪就賣出了3.8億 直接成為去年高雄最貴停車場 有輕軌 有學校 有公園 巨蛋商圈機能好 吸引建商花高價買地 去年他們150萬 當時也是新高 今天的貴是明天的便宜 五年一坪均價 在網上賺十萬 很有可能的事情 單塊在四百坪以上 是一定很好入手 一般的話四百坪的話 地下室還挖得比較漂亮 以石架登陸來說 巨蛋商圈停車場賣3.84億 等於單坪兩百萬 大廠商圈536坪停車場3.83億 至於南高雄五廟商圈 大約四百坪停車場賣3.1億 鳳山則賣出2.6億 就算沒有創新高價 平均單坪也要71萬以上 地越來越少 建商趨之若霧 對仲介業者而言 更是一筆好生意 他們可能家族經過好幾代之後 可能都分散了 可是家族還有一些長輩 在那邊做一個主導動作 而如果有機會 跟長輩做接觸之後 譬如說土地開發小數的一些規劃 幫建商買地 就算抽成 只有房價0.5到1% 隨便都是數百萬起跳 也相當可觀 高雄發展腳步加快 建商搶買土地 房價勢必跟著攀升 三類新聞 黃啟超舞會山 高雄發展腳步